嗨,晚上好呀 今天老妈做了一个漂亮的花卷馒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是老妈提前发好的面团 里面有很多蜂窝状的气孔就发好了 在案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 把发好的面团拿出来揉搓排气 多揉一会儿排进里面的空气 把它搓长条 下6个大小均匀的小面剂 拿一个小面剂 把周围都往中间部分揉 把它揉圆,按扁 擀成一个圆形的稍微大一点的面饼 像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用刀子像这样把它切成八等份 然后把它落成两落 像这样交叉把两落面饼放在一起 两端用筷子像这样压起来 然后同时用力 这样就可以了 抽出筷子把四个角像这样捏一下 这样今天老妈做的花卷馒头就做好了 上锅蒸20分钟,把它蒸熟 可以看到这个花卷馒头蒸的非常漂亮 不回缩,不塌陷 蓬松渲软,美味可口 你们学会了吗? 喜欢的话,就给我老妈点个赞吧 这尝试已放开了点点星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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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